有鉴于特殊族群学生议题在学校事务中越来越重要 在世属公司立中小学校长继公立幼儿园园长会议上 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张贝丽教授分享 生障者权力公约如何落实在教育现场 教育处长刘美兰也以教育Aplus为主题 与各校校长园长们分享教育新展望与愿景 那今天会议呢主要我们也探讨了CRPD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的部分 在校园中可以的被实践 那也对于弱势教育的部分 我们期待能够更有法规还有更尊重还有更平等的一个立场 能够对于教园现场的部分给予检视 而另外呢我们对于校园教学环境 以及校园学生的学习状况的一个评量 那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我们张芳全教授那一起来跟我们共同分享 我们落实于教育现场中的一些评量的标准 以及学生学习状况的一个了解 那最重要的呢也透过这一次校园长的会议 我们期待能够凝聚更有爱的城市 也凝聚我们教育现场 以学生为中心 以品德为基石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化为教育的实践 让基隆市的每一所的学校都能够感受到团队的氛围 更开心的学习 那更顺利的成长 然后缔造校园当中的有爱校园 透过交流让市府在各项政策推动上 可以和教育接轨 提升教育效能与成就 让基隆蜕变成亚洲最温暖 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thực茫 作词 hers